草居大侠武功那么高强 教出来的徒弟不会差 可是他当初走的时候还小 十三四岁 那个时候他应该还没学到什么本事 而且他每天戴着个斗笠 然后还穿着个草鞋 衣服没着的样子很容易引火烧身 怎么了 你觉不觉的小气长得像一个人 像 我知道 我像草鞋大侠家的仙女 观察都跟我说了 他吃了我们家五十万米粉 吃了你们家一百五十斤年糕 可你非说人家吃了两百斤 那个年糕就五周前一斤 人家刚吃完你就长成了十株前一斤了 是吧 那个时候不一样 跟你爹还不是一家人 后娘 你跟我前爹可真是太不厚道了 就算他不被鱼精咬死 到现在也该变成王八蛋了 小七 怎么说话呢 可是我们家袁欣姐 真是奇怪 他既不随后娘也不随前爹 倒是挺随爹的 爹 你是不是那个时候就跟后娘有奸情 你 你这个口无知蓝的畜生 是不是 有这么跟你爹娘说话的吗 臭生 姐 开跑 你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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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快坐快坐 爹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说了 不说了 爹 姐 你说 我为什么跟他长得那么像 难道你不是爹亲生的 你的意思是 你会不会是草鞋大侠和仙女生的 然后他们养不了就给我们了 要不然怎么会那么像呢 草鞋大侠我终于见到你了 对不起 我不叫你不高兴了 不高兴不高兴不高兴 你又哭了 我没见过这么大个子还哭的 谢谢 姐 你知道吗 我第一次见到草鞋大侠的时候 他好像认识我一样 可是 大家都知道呀 我娘是生我难产死的 过程 讲的那么具体 不像是假的呀 那是怎么回事呢 你说 我会不会是仙女下凡呢 有时候我也常想 我会不会也是仙女下凡呢 你是仙女下凡 你想的太多了 那为什么我第一次见到草鞋大侠的时候 他是那种表情啊 而且他哭了好多次呢 因为 老三 你说 因为 你长得和他们家的仙女是一模一样的 他看到你自然会伤心了 这么简单的问题 你还要问我吗 那 为什么我有保护神 别人都没有啊 因为 老三 因为 因为你要修仙啊 别人又不用修仙 我们是来帮你修仙的 别人都不用修仙 为什么偏偏 为什么偏偏我要修仙呢 因为 老三 因为 因为你禀赋异常 能修成正果 别人修不成啊 那又为什么 正要修仙的我 跟那个仙女长得一模一样啊 因为 因为 因为他写你说 天气不可泄露 嗯 我知道了 是不是长成我们这样的 将来啊 都会变成神仙 嗯 你说对了 你说对了 嗯 一句实话都没有 其实 你们不跟我说我也知道 你说 哪有那么巧的事情 我长得跟他一模一样 也就算了 而且 连名字都一样 他叫小七 我也叫小七 我肯定 就是那个仙女下凡 我肯定是不高兴的 妻子 老三 你说 好吧 我跟你说实话吧 其实我们俩 就是飞鱼家那个小七的 亲姐姐 真的 姐姐 大姐 事已至此 我们必须要跟她说实话了 要不然她会想歪的 三姐 快跟我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一共姐妹七人 小七 是我们最小的妹妹 她因为和飞月成亲 犯了天调 所以就被亲属了 我的姐姐 你这道行就别瞎定了 不许说 既然都已经定了 那就彻底定了吧 三姐 你告诉我 不许说呀 殷子 殷月失去了欺负 我们也失去了魅力 我们的父母 都很伤心 很难过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宋子婆婆告诉我们 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女孩 跟我们家小七 长得一模一样 这个人就是你 这个人就是你 所以我们就下来找你 我们希望你能够修仙 我们希望你能代替我们的妹妹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小七 只有这样 我们的父母 才可以不那么伤心 我那么难过 小七 其实你的名字 不是你父亲取的 她只不过 是替我们说出来罢了 大姐 反正我已经说了 你不准生气 你以为你是谁 你以为你是谁 你只不过是卖米粉家的孩子 你运气好能遇到我们 运气好你能长得像仙女 长得像仙女怎么了 她就是嫌你下凡啊 你想的太多了你 老三 走 老三 走啊 走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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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又熟了 叫七 又能吃到新鲜的葡萄了 原来我真的不是仙女下凡啊 我跟不高兴一点点关系都没有 就是碰巧了 找个像他们家的仙女一模一样 可是碰巧了 长得像他们家的仙女 还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名字 它是他们的一世 我为什么要想啊 我什么都不要想啊 其实我现在不就挺好的吗 我什么神仙 其实啊 做我的七老爷挺好的 做我七老爷挺好的 你说什么 又走了一个 这历任县令 上任都不到三个月 就逃之夭夭了 七老爷 您看您对下一任县令的态度 是不是 嗯 那也得看下一任是什么样的人 哦 哎 慢点啊 嘿嘿嘿 父亲 老爷 新鱼县牙到了 同报下去 牙门里长得比我正着 一力开除回家重力 诺 老爷 您请下轿 升堂 老爷 怎么一个人也没有 老爷 怎么一个人也没有 回老爷 都回家种田去了 一个也没剩下 一个也没剩下 重新招兵买版 老爷 难哪 青壮年都打仗去了 就剩下衙门里这么几个全户人了 剩下的人是老的老残的残 小的小 老爷 您夫人她半路上感染了瘟疫 去世了 太好了 太早了 太早了 还不到五十岁 对啊 是啊 那也不能因私废功啊 家事 先放下 工事要紧 你 去给我你个空缺的花名册 把能招的全招来 好 男人招不到 就招女人 十六岁以上 二十六岁以下 长得丑的 可不要啊 这 这是为了新鱼的门灭 也是为大汉潮的门灭吗 老爷 老爷 这事儿似乎不符合规制啊 男人都打光了 你让我怎么办 你让我怎么办 去吧 那好吧 老爷 你看 这个怎么样 老爷 天令 天令 天令大人 老爷 怎么一见面就行这么大力 老爷 快起来了 天啊 这个 MH ohne娘 这也太 这 这位大人长的太刺激了 老爷 你看多好 是在底下还有您这么英俊的一线令 硬 那您取亲都没有 死了 没事 死了 真的没事 升官发财死老婆 男人的身在大喜事吗 别人发指 要是再加上一件喜事 那就是四喜丸子了 我 四喜临门 没听说过 那 请问大人 您尊姓大明 哦 姓郭明寅 赢正的赢 哦 小女子第一次见到郭大人 也没带什么见面礼 就弄了一根小小的礼物 不成敬意 还希望郭大人笑呢 笑呢 那你把脸伸过来 那你把脸伸过来 搞了 搞了 我 老爷 老爷 你怎么样了 哦 果然 重如泰山 快点 来 这边 这边 老爷 老爷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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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扶了 啊 反正以后还得倒 我还要 我好为你打胖 不要 我怕你说我不够胖 你不疼 习惯了吗 救命 我长这么大 还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 我每天的生活 都是这样开始的 闭嘴 我每天挨几大光子 早已经是我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了 闭嘴 忽然没了 我还觉得不是人 闭嘴 我告诉你 原来就新鲜鲜的 我不想让大家过来救我 你把他的嘴拿走 闭嘴 只是 每天撑在脸上 闭嘴却是填在心里头 你怎么那么远呢 这痛 比我老婆还恨呢 老爷 老爷 老爷怎么样啊 哎呀 哎呦 老爷 您不舒服啊 肚子不舒服啊 肚子不舒服啊 饿呀 哎呦 哎呦 老爷 我听说七老爷 最怕草鞋大侠 咱们去求草鞋大侠吧 我已经五天没吃了 嘴再不回来 我就饿死了 嘴 他是不会还给你的 为什么 他要把嘴还给你 那你不就跑了 他还舍不得我 这些年来 在心渝任职的县令 没有超过三个月的 不断面对新的县令 他早就腻了 那我怎么办呢 从现在开始 做一个好县令 多积点德 哎 这也太难了 积德对你来说 真的有这么难吗 我缺德缺这么多年了 积德这活 我不擅长 这样的话 我也帮不了你了 草鞋大侠 您帮个忙 行不行 县衙里的人说 只要您去 他一定会把嘴还给我 播送 我已经给皇上写了奏章 皇上 一定会派人下来的 你以为朝廷 不知道这件事情吗 那这一年几个县令 都是谁派下来的 秦寿 秦寿 畜生 他是个什么东西 竟敢如此张狂 陛下 陛下若不严加惩处 太子丹会越来越猖狂 若其他诸王纷纷效仿 照陛下的规制 购置车架 那我大汉朝的礼仪 必将崩坏 江冲 这太子丹 既是你的至交 又是你的妹夫 你向朕告发她 就不怕连累你的亲妹妹吗 挥禀陛下 连累舍妹 也只是一人而已 若太子丹不加言处 那陛下辛辛苦苦制定的 汉宫礼仪 必将付诸东流 好 那你敢得罪诸王吗 若为了大汉的江山设计 臣万死不辞 好 那朕就封你为 直指秀医使者 彻查各诸王 皇亲国戚 各级官员 为之为法之事 臣 遵旨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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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不错 郭瑛 没吃饭 今天没吃了 饿呀 不行 救命 这谋杀前任 碎了 张开 来人的 给我抢回他 好 好 熟嘴 救命 你可长皮 你 大姐 大姐快来 什么事 让他们给我擅开 好 快让开 好 好 快让开 好 我 我 吓死我了 我现在是一岁 又被抽了 你现在是厉害了 就你这张臭嘴 现在都开始学会偷蛋了 来人 所见 来 天老爷 给我抬起来 好嘞 好嘞 哎呀 求求你了 哎呀 求求你了 哎呀 求求你了 你不认识 小七 赶紧喂神吧 再不喂神没人给你吹飞了 哦 去去去去去 哎呀 哎呀 多谢新老爷 多谢新老爷 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看 敢跟我作对 小心下次我饶不了你 看 还好 哎呀 我的嘴被老婆锻造过 快点啊 自己拿了装伤 谢谢七老爷 谢谢七老爷 哎呀 这么掉了没错了 没错了 哎呀 这个法术不常用 三岛 不是怎么办 五猪钱一碗 五两银子一碗 你卖不卖 五两银子一碗 卖不卖 哎呀 用不了那么多 用不了那么多 我就五两银子吃你一碗 哎呀 五两银子吃一碗 真的不能卖 我都快饿死了 求求你 七天没吃饭了 七天没有吃饭了 那干嘛非要五两银子 就五猪钱一碗 我答应过别人了 对对对 我们老爷答应别人了 你闭嘴行不行 你闭嘴 行行 就五两银子吃一碗 哎呀 五猪就够了 哎呦 人家要出五两一碗 你就卖给他吗 又不是你非要卖的 你说我说对不对啊 这位大赏说得极是 对对对 你怎么能扔 哎呦 哎呦 又渴了 快快快 快进去休息一下 休息休息啊 哎 我跟你说 可不能收人家那么多的钱呐 哎 行了 行了 客官 里边请 我怎么又蹦了 我怎么又蹦了 哎呦 哎呦 мен 哎呦 我 Ferr 欸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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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呦 哎這樣 哎呦 吓你 吓你 不喝了 新老爷 亲老爷 国营老爷连吃了十万米粉 撑得了稚灯眼 稚灯腿 老爷 亲老爷 大姐 赶快去救人 你别蹦 蹦得人心慌 爹 你怎么了 爹 你爹咳嗽得越来越严重了 怎么办 大姐 你不是会治病吗 赶快给我爹看看到底怎么了 你爹这是心病我治不了 心病 爹 你到底有什么心事 你告诉我 小七 算了 跟你说也没有用 娘 郎中来了 郎中 你请坐 郎中 你快给我爹看看 到底出什么事了 好好好 哎呀 这个病 如果治得不及时 恐怕就有性命之忧啊 那 您能不能及时治治 我倒是能治 几杯药下去就能治好 只是这个药引子不好弄 那需要什么药引子 那需要什么药引子 是啊 要什么药引子 要用他女儿的洗酒做药引子 破狼热 破狼烛 这怎么了 这是 这是怎么了 不是 这也太难了 你看那些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 天天在街上转摇 深更半夜了都不回家 想碰这个非礼的都碰不着 这大半夜还有哪个男人敢上街啊 现在的男孩啊 尤其是穷人家的 长到十一二岁的时候 就被一些有钱的人家 带回去当同养夫了 过个三四年就直接成亲了 是啊 到哪儿找男人去 有 去打仗的都是些穷人 剩下来的呢 都是家财万贯的公子哥 但是 剩下的不多 得抓紧 嗯 对 得抓紧 不行 为什么不行啊 哦 我知道了 又是你的那个什么天机是吧 你那个天机啊 不是什么好机 既不会打鸣又不会下蛋 尽给我捣乱 不管什么事我都可以答应你 你不跟我修心也没问题 反正这事就是不行 天哪 我爹都快不行了 不行也得行 这事必须得行 必须得行也不行 那 那 你把我这病给治好 我就不加人了 不吃饱 是谁家的姑娘啊 陈锦米粉店的陈富贵的女儿啊 老大元兴 老大元兴 老二 陈初七 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七老爷 怎么了 别走啊 那可是七老爷 我敢要啊 活腻了 不然有元兴 七老爷 您狗草 这两个人在新鱼谁敢惹啊 别说是他们家的人 就是他们家的亲戚 我也不敢惹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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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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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是我不让你成亲 你怎么在新鱼混成这样啊 大姐 六乘六得多少 五十六 六乘六 你也就知道五十六了 哎呀 哎呀 那留着我可好 哎呀 别走啊 哎呀 哎呀 走走走走 哎呀 哎呦 那真是不错呀 你瞧瞧去嘛 你看你看 哎呦 别走别走啊 咱俩算是嫁不出去咯 别人要是嫁不出去 你都算了 咱姐俩这样国色天香的人都嫁不出去 真是天理难受 白长这么好看哦 嗯 崔公子啊 喝水喝水 给你说的是啊 沉浸米粉店的七老爷 站住 不许跑 走 你 你 起来 七老爷 七老爷 对啊 因为人家丫鬟倒来的洗脚水太烫 就把人家的腿给打断的那个 就是你啊 哦 我们家已经赔过银子了 那当时要是我七老爷不知道 你能赔人家银子吗你 对啊 嘿嘿嘿 这牙口好 底锅县令的好 真是啊 你说呀你 姐 这个药引子还不错呀 药引子 就是他了 明天就跟他成亲 还能这样 人家还不愿意呢 你管他愿不愿意啊 姐 要不要 我 我 不要 他不要 那我要了 啊 行 你就归我了 明天 我就来娶你 不是 是我要嫁给你 三天之后 来我们家门口抬人 不要吧 七老爷 小七 没你这样的 我就这样了 怎么着 你这 太不要很了 只要我爹的病能治好 这一张礼的算什么呀 不要 就不要了 真的 小小爷 那我能不能选他 不能 你呀 谁让你平时做那么多坏事的 对 为了恶抱你知道吗 美婆 你现在啊 就让他们家门口给我放一挂鞭 这事就这么定了 走 走 你 我不是 小七 你喜欢他吗 谁能喜欢他 那你就这么嫁给他了 只要能把咱爹的病给治好 嫁一只耗子我也愿意 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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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戴这个一定好看 这个好看 来 还有这个呢 是吗 看 穿穿 你这一说你要出嫁了呀 爹的一上午没咳嗽了 等你也出嫁了 爹的病就全好了 又是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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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新郎官半倒在自驾门槛上 结果呀 你脑袋磕到地上摔死了 啊 他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是啊 他不会是自驾的吧 这个 爹 爹 你没事吧 爹